接下来的话我们给大家举例其他角度的 上次的话上两节课一个是举例的侧面 一个举例的一个仰视 那接下来的话我们可以举例一下 就是从右边去看 因为大家比较习惯性的话是画左脸的 然后接下来我们画一下右脸 这个放这里吧 来自己动 这个先挪一下位置 好 那我们画一下右脸 其实画右脸它的道理是一样的 不管是说抬头低头的话 它其实大部分的规律 就是起稿规律都是类似的 我先给大家起个稿 就这里你先不要去考虑说 你画的这个五官 它是一个抬头低头的 因为刚刚我画仰视 所以这一个右脸可以画一下俯视的 那画俯视的话你一样是有下巴的 对吧 只不过下巴的这个位置不要那么长 可以小一点 这样收一收 那你在画的时候呢 你要看你的这个低头的这个感觉画是多侧 这个其实它这个形状都不是带定的 比如说我们画一个这样子角度的 这是你的五官十字线 然后这个是你的法际线 然后这个是你的这个竖线 五官十字线的竖线 好 这边脸部稍微补充一下 好 你又当你画如果是就是我们是俯视的话呢 那你看到这个脑袋的这个面积会更多一点 所以你在画的时候呢 你可以后脑这里再稍微补一补 然后我们把这个头部在这里再补胸一下 那你如果是说你想整个五官再往这里测一点 你的五官十字线就应该再往测一点 就你这五官十字线怎么画 取决于你的眼睛未来它大概的一个角度 好 画这之后呢 我们可以适当补充一下你的这个耳朵位置了 耳朵位置的话呢 找到比如说我们这里一个眼睛框 这里一个眼睛框 然后反推 那其实耳朵大概是在这个位置 是吧 那定好这些位置之后 你就可以开始大概的去带一下 它的这个造型上面的东西了 比如说我们定下五官的眼睛的位置 一个眼睛肯定是你这样斜的话 你肯定是一个眼睛高 一个眼睛低的 好 然后接下来去确定一下鼻子 鼻子其实它整个是凸出来的嘛 所以我们俩视的话 俯视的话我们是这样子去看的 然后剩下的话 你的整个眼睛大概的它的眼皮 它眼皮会形成这样的一个形状 然后左边是这样的一个形状 好 画到这里其实你大的东西都出来了 就如果是说你想继续画一下 大家稍微戴一下头发的话都没有问题 比如说我们戴一下头发 就简单的那种小头发 好 画到这里之后呢 你的眉毛大概在这个位置 大概的位置就已经定好了 就基本上所有的一些都是根据我们刚刚前面讲的东西去画 好 再重复一遍啊 就是在画的步骤的时候不要着急的去定那个 一下子去定眼睛 你一定要整个一起去把那个五官实时线和角度去画好之后你再去定 另外下巴这个位置啊 下巴不要缩了太里面 所以里面会变成这样子 会变成这样子 你可以适当的往前挪一点 适当往前挪一点 然后我们再去定向这个脸颊的部分 这样子的话你的其实就整个它就合理了 是吧 画到这里之后呢 这一片头发可以在这边再带一点点 耳朵的形状的话就按照我们正常的左右大概能看到的这个面去画就可以了 好 画到这里之后呢 就可以开始画现稿了 画现稿之前一定要去给大家说一下 这里啊 这个束线啊 它的这个定的位置 它的重要性啊 你看我整个眼睛它是一个这么大的一个形状 是吧 看红色部分 这么大一个形状 其实我这个红 这个束线点呢 这里也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这里的话呢 既然你的眼睛的位置已经确定了 你看你想画那个瞳孔 它是往哪边看 如果你想往右边看的话 那你就正常往右边看就可以了 就这样子 如果你想让它往左边看一点 那就让它往左边走一点 那左 呃 左边它 瞳孔它往左边走的话呢 你右边的话 瞳孔也往这边走 啊 就看你一思想让它往哪里看 如果你要它往上看的话 一样的 道理是一样的 往上看 我们下眼皮 整个下眼白位置就会露得多一点 这里不管是说你画男生女生 它的道理都是一样的 我们可以通过就是这样的一个眼睛形状 或者说五官的这个大概的形 去画一个男生和画一个女生 稍微合并一下 好 画到这里之后呢 我们把它复制一个图层 好 我们这里先画一个妹子的一个五官 可以放大一点 这里鼻子你想让画突出一点 也是没有问题的 好 我先画一下鼻子 然后这里的话是你的眼睛 注意轻重啊 不要画得太平淡 好 然后把那个眼睫毛带一下 这里画眼睫毛的话 注意一下这个睫毛上面的一些细节 就是它不要太多 也不能说画得太实白啊 好 然后下睫毛的话 带一点点就好了 不要带太多 然后接下来我们把这个双眼皮再带一层 这双眼皮因为它会这样拽进去 所以的话我们这个右边眼睛的双眼皮可以小一点 至于你的这个瞳孔它往哪里 这个没有关系 就你先这样子先画着 好 然后我们眼皮 而不是眼皮旁边这个皮肤的部分 我这个画下来 画过来 大概是这样子的 画了这样之后呢 你就再戴一下耳朵 耳朵位置不要离得太远了 都不是我这次讲课的重点 所以我就简单戴一下 然后这边是头发 然后这边 这里眼珠的话呢 就随便你往哪边画都可以 嘴巴的话 耳朵人的话有时候嘴巴就带一点点就好了 比较小巧 然后瞳孔 瞳孔的话有很多种画的方式 比如说它要是抬头去看什么东西的话 我们可以把它的高光什么的一起画上 然后这边右边眼睛的话也是一样的 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你的这个五官的部分就画好了 或者说包括眼睛这些位置 好 那我们这个女孩子 女孩子的画法它是这种 就是这样的画 男孩子的话它是一样的 那下一节课的话呢 我给大家戴一下男生的这个 眼睛的这个绘子 它会跟女生有什么区别 好吧 然后我们把这个眉毛戴一下 好 那剩下的一些头发的话 你要补充的话 你就继续补就可以了 好吧 OK 那我们关掉这个 就可以看到啊 它整体整体画上是这个样子的 就从这个稿就可以画出来 好 好 那这一节课我们讲到了是 俯视阶段 它的往右边看 然后女孩子的一个眼睛的画法 那下一节课的话 我们来讲一下 这种状态下男生的眼睛 和他的五官有什么区别 好吧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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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